俄羅斯駐波蘭大使被抗議民眾團團包圍 接著下一秒 俄國大使突然被潑紅漆 身上 臉上全都是狼狽模樣 鬧上國際新聞版面 俄國面子掛不住 要求波蘭道歉 只不過俄國對烏克蘭發動戰爭 讓國際社會看不下去 波蘭總理日前就強調普丁的恐怖意識形態 以及危險程度遠超過希特勒跟史達林 呼籲國際去普丁化 不等波蘭的號召 立陶宛國會直指俄羅斯 是恐怖主義國家開全球先例 俄國周邊國家更是想盡辦法 防堵惡鄰居起壞念頭 英國首相強森前後跟瑞典以及芬蘭 達成安全協議 加強雙邊安全合作 瑞典芬蘭都還在考慮是否加入北約 但芬蘭強調如果申請加入 一切都是普丁自找的 二五戰士遙遙無奇 普丁又會有什麼樣的大動作令人難以捉摸 鄰國加強結盟 全球去普丁化 要將這顆不定時炸彈 幹出自己的家園 三立新聞 承煥報導